俄罗斯今年仍然无缘七国集团峰会 但峰会上讨论的很多议题都与俄罗斯有关 没有普京参与的峰会也让特朗普是兴趣寥寥 那么作为明年峰会的东道主 特朗普表态肯定会邀请普京作为嘉宾出席峰会 但在美国退出了中导条约的大背景下 俄罗斯重返拒期的可能性有多少 特朗普希望拉普京 拉俄罗斯进入这样一个机制 但是我们看在会议期间 其他国家都有不同的观点 我觉得即便一些欧洲国家在观点上有所不同 但毕竟还是多少爱着东道国的面子 所以美国如果明年提出邀请普京参加峰会 我想到最后普京能够来参加的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虽然现在俄罗斯方面提出 如果相关方面邀请我们会认真的思考 但我想俄罗斯不会放弃这样一个进入多边会谈 能够进一步推动自己政治议程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从这一点而言 只要美国方面提出邀请 俄罗斯应该会愉快地答应这样一个请求